在男子第二阶段 第二场半决赛是由霸州海润 对山东卫桥 现在比赛进行到了双方的 第一单打的对决 就是马龙对梁静坤 所以一个顶级的选手 他最大的优点就是在于 队伍最艰难困难的时候 他能够顶得住 能够拼得出来 拧得下来 那么从第一阶段 两次主客场交手的记录来看 马龙都是3比0 完胜梁静坤 但是马 现在不一样 半决赛不一样 梁静坤今天真的是放手一搏 上来球打得很凶狠 3比 这个球大家可以看到 没有一丝的这种犹豫 没有一丝的犹豫 抬手就起 就爆挑 参往 所以说这几分就打了 梁静坤是一个疯狂状态 2比4 我想在这种情况下 邓亚平也曾经作为最顶级的 奥运冠军高居 世界排名第一 你是8年 8年 是吧 8年 那么像对方打得特别疯的时候 特别超水平的时候 是不是应该控制节奏 对 反正觉得是两种方式 一种方式 就是以柔克刚 第二种方式 以强对强 就是你硬我也硬 我比你还硬 我也不怕你 你博我 我也博你 所以这是两种不同的套路 看看怎么用 是用在一开始 还是用在比赛中间 还是用在最后 所以这是对于一个 顶尖运动员的一个很大的考验 因为我们是被所有人要去搏杀的 我们不管对谁 别人都是拼我们 已经习惯了 已经可以某种人是习惯的 但有的时候 对方确实打得很疯 打得很疯的时候 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在于 还是要让他冷静下来 多打他一点控制的球 让他出手的时候 得饶几个 有点思考 让他出手的时候 没有那么的坚决 犹豫一点 这个球我们就来了 不能让他们那么随意的出手 马龙怎么处理的 都不是 面对梁靖坤 这批黑马 在拼超联赛当中 曾经战胜许欣 终结樊振东连胜的 小将 四比六 梁靖坤在第一场大打当中 是战胜了山东卫桥的延安 所以再加上第二场 他对马龙 他完全是搏杀 没有任何的心理上的负担 好的 这球偷得好 漂亮 他这个呢就属于 以硬对硬 你不是拉我吗 我就是拉你 这个球 不要软 所以这时候 有时候呢 是气势 在气势上也不能输给对手 就是别人是来拼你的 是来博你的 但是呢 我也一样 我也要拼你 我也博你 因为虽然可能我大盘一点 但是今天这场比赛 大家都是一样的 所以也是要打一个平常心 不要以为你是一个大盘的 你就是要被别人拼的 也不是这样 双方在第一局 现在打成六比七 马龙落后一分 这场比赛也关乎着 马龙这个山东卫桥队伍的命运 好的 漂亮 四比七 这球把梁静坤拉一个跟头 差点给他拉坐地上 你看这球 这球质量真的非常高 他拐弯了 他拉了一个侧选 手上有活 他拉了一个侧选 对 漂亮 对 对 加上 白炮 有 好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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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球 杨敬坤的球真可以说是前途无量 你看他这个身体条件像个小超人一样 特别榜上很有力量 所以运动员打到一定的程度 就看能不能过心理关 这球七八球没解好 杨敬坤刚中有柔 这球没有选择猛拉猛冲 而是突变方向 拉马龙的反手 大胆 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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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变得漂亮 马龙属于全智慧型选手 这个发球变得弱点非常好 梁景辉还以为他发中箭 他又都已经掉过来要拧了 结果发了一个大脚 他这球结发球就质量就出不来了 所以比赛当中就要出其不意 对 打出对方的一些固定的思维 这球拧得太狠了 你真的一把给他反手带点抽的这东西 这个球真的很漂亮 真的 没得说 就没得说 太绝妙 漂亮 考验马龙 刚才是一个变化 看看这个球怎么发 哎呀 相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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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着急了 这个球她的发球本身这个落点是有一些犹豫的 你看这个反手发的呢又是又是大脚又不是大脚 还不用这球发在中间 可以吃 嗯 这样第一局的比赛 梁静坤12比10先胜 我是觉得这一局应该充分地发挥他的正手的优势 发球 抢弓 上手 打得更荆棘的一点 双方的第二局 马龙呢曾经多次担任这种一单的角色 曾经在121315年三次率队夺得平朝联赛的男团冠军 对了 对了 这个战术是对的 那么平朝联赛今年呢再次印证了得马龙者和天下的说法 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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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手 对了 4比1 马龙这局开始 漂亮 玩细活了 对 从打得更加细致 要打变化 不能以硬碰硬有时候 充分地发挥正手的优势 1比5 着急了 梁静坤 有点着急了 你看马龙这局 打回马龙的套路上了 对 然后他就有点急了 反手强行想发力 位置不好 弹直线出界 对 一只能 封他一下 扛他一板 现在马龙就是同墙铁壁 随你来进攻 这板爆抽式的拧拉 也被马龙防了过来 好球 十比 你看这球就是说让梁静坤 每个球都要想一下 对 停顿一下想一下再击球 他就成功了 不要让他那么容易 不要让他抬手就发你 抬手就发你 对 8比 2比8 这球果断的其实爆挑一下就完了 晚了一下 其实爆挑就好了 你看这个球 反手拧的这球 其实他训练的时候 有时候刻意练这个 就拧的能撇出下旋来 真是高级球 侧切 你看 这种球都现在 都不是超常规的球了 就训练他们也刻意练了 反手拧下旋 反手能够拧出下旋来 然后切这板球 都很成熟了 使用 站住 9比3 马龙的反手呢 其实他也不是和梁静坤很被动 他需要就是加强一些节奏的 轻重的 缓急的一个变化 再加上他强势的正手 和很巧妙的控制力 控制短球 好的 10比3 他的每一个球 你看都让梁静坤 不是说抬手就能发力 对 要稍微做一点 微调的时候 马龙的机会就来了 对 你看这球摆的 他拧不出质量 漂亮 11比3 变化就很多了 对 打活了 这就是大牌球星啊 他对场上的阅读的比赛的能力啊 很强 尤其是应变 我刚才那一局怎么输的 我这一局我马上要去变化 我们来看一下马龙梁静坤的第三局比赛 他第一个球爆挑的非常漂亮 自己没有准备 如果他这个爆挑完了又有连续拉 这个球就赢了 这个球其实很可惜 爆挑了一个反过缓了回来 这个是最不好的球 伊比 参考一比 一比二 反手真好 而且这个落点也拧出了马龙想象的一个之外的一个技术 三比 马龙有点对不住他的节奏 而且我感觉马龙退台有点远了 他借不上他的力 他老是够着 老打薄皮反手 老是够着在那儿 撑着他 我觉得他还可以再往前压一点 我看到像马龙这样的顶级选手啊 在遇到一些对方挑战的时候 他总是能够好像感觉给人家是一种平静如水的状态 好的 三比三 就在情绪上没有太大的起伏 他对对方拼的出现了很急躁啊这样的状态 马龙呢 这点上我觉得他整个这种心理能力上 确实是相当强大 你看 够不着 老是够着在那儿 今天的反手啊 需要再往前半步 再往前半步 老是够着个球 他所以这个手一拉长以后呢 他失去控制力 好的 五 第三 很可惜啊 这个这一轮发球没拿住 六比三 好像给我感觉这会马龙打球不够集中 有点乱 有点散 有点散 你看他刚才说那个球踢开什么 这些都是都是没有不够集中的一种表现 他从细节上就能够看出来 对 人全身贯注的时候 你是根本不知道旁边发生了什么事情 三比七 我今天这个小将梁敬坑确实 给马龙带来了强大的冲击力 这时候马龙稍微打得再有一点耐心 再打得更细一点 哇 三比八 这个球就不是耐心的问题了 这个球 梁敬坑的反手的这个 比他还硬 蛮横 对 一个高质量的反手爆抽 发力 哇 九比三 全像小鞭子一样的那种抽 带反抽的一个台内的拉球 九比四 对 马龙只要不放弃 这个球还是有机会的 打到关键球的时候 还是相信 大盘球系的这种能力 四比十 十比四 这样梁敬坑拿下第三局 现在和马龙这场比赛呢 是二比一 霸州海润领先 大比分呢也是霸州海润 二比一领先 如果接下来这局 梁敬坑能够赢下来的话 霸州海润 将创造了平朝联赛 最大的一个记录和冷门 现在呢梁敬坑呢 站在那儿随便发力 这是不行的 让谁都很难扛 他质量太高了 一定要把他打动 梁敬坑的正手 调动他的正手 然后再打回他的反手 我觉得这个战术 应该是起过一个 梁敬坑 一个揭发球的怒白短 这个白短很主动 然后停顿之后的 这种反拉得分 二比零 马龙现在遇到了严峻的考验 当然我觉得 其实这种球 对马龙来讲 输也正常 只是马龙呢 需要发挥自己 好的 二比 马龙不要放弃 打得要更有耐心 打得更细腻一些 我觉得还是有机会的 而且有很大的机会 对 熬过这一局 对 扛过去 扛过去 一比三 加油 加油 马龙打得最好的就是第二局 第二局打得真好 对 怎么再能找到第二局那种感觉 然后压制对手 一比四 现在呢 相对来讲 全部被梁静坤 梁静坤给搏杀掉了 这个球 那你反过头来 你要搏杀他几个 不要再打稳扎稳打的球了 是的 四平八稳的球现在不起作用 一比四落后了 这个电视机前有马龙的很多他的球迷 都在关心这场比赛 四平 这样的球多一点 让他搏 但是一定要出质量 让他搏不到几个 你看 他搏杀的时候 你的发球可以加一点 加转的球 对 你不转的球他肯定好搏 你加转的球 他必须要制造弧线 对 你不制造弧线 梁静坤的拉球就要下网了 对 加油 梁静坤加油 梁静坤加油 加油 梁静坤 四平 四平 每每到这个时候 其实很多人心里是矛盾 既希望新秀 年轻的新面孔 能够创造新的辉煌 今天马龙对不住点 特别反手 他对不住点 反手 我就觉得他今天太靠后了 他再往前半步 你看他老 不是打板鞭 就是对不上 他就是 他太远 站得太远 站位 好的 机会还有 还是有机会 梁静坤的心里的这个波动 起伏 将是马龙 能搬回来的一个最大的契机 对 对 这轮发球很重要 3比6 加油 加油 不要让他随便逮你 随便发力 邓雅萍就是这个意思 不能让梁静坤随便发力 10比3 现在小将梁静坤就距离胜利越来越近 而霸州海润对山东卫桥 好 这场半决赛呢 大比分也是2比1领先 不好 不好 8比3 搓一板就够了 还再搓第二板 到哪找球去 山东卫桥 马龙延 搓一下 第二下还搓 这个队伍呢 在第一阶段是17胜1负高居排名榜首 4比4 霸州海润 梁静坤领衔的这个队伍呢 第一阶段是排在第三位 但他们的胜率和第一的山东卫桥差6个胜场 霸州海润是11胜7负 所以从这个胜率榜上 排名榜上还是有差距的 但是到了半决赛 所有的可能性都会发生 弱队胜强队 超比4 超不同的 超 wee的 超以及特别吗 超Aust stream 超教组 10比5 运气也来了 擦了一个死网 巴州海润拿到了这场半决赛的赛点 梁静坤 这场比赛也拿到了赛点10比5 比赛也拿到了赛点10比5 梁静坤这个小超人 今天又暴冷战胜了马龙 为巴州海润在单打上面拿到2分 巴州海润3比1战胜了山东卫桥 晋级到了决赛江河八一大商 来争夺拼朝联赛最终总决赛的男子团体的冠军 很多人想的不一样 这大决赛是真的 不管怎么样 我们还要把最终的展胶送给三大决赛 是 Lockkat 冰瑞 你 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